ENTRO 它是爵士椅 爵士椅 好 沒錯 這就是爵士椅 就是他不只solo這個人 那就是說 每個曲子他的爵士椅其實都不太一樣 就是說這個曲子他可能是solo的是這個這個 然後這個可能收的是另外兩個聲譜 不過這種曲子的話就是長號 所以它有機性嗎? 有有有,等一下會有圓輪機性 好,不過我們稍微看一下下 第一個是小號四部 這個長號三部 其實也還算蠻標準的 就是說它少了一個聲譜 然後SARS也是一樣五個聲譜 然後貝爾濃縮最右邊 這個四中央應該在兩側 然後他們沒有其他手 所以整個樂團就少了兩個人 就少了兩個人 所以兩首那不算是Jazz Chair 通常Jazz Chair不會是 通常不會是指 這個 節奏組別的樂器 通常Jazz Chair會是指 管樂組裡面的樂器 原因是因為這樣子 原因是因為所謂的Jazz Chair 就是說它的相對的 相反的意思就是說 不用吹Solo的人 不用吹Solo的人 那因為要Solo的人 他就是一定要是一個Jazz Chair 可是如果說你不Solo的話 基本上你找一個 古典的或是 就是樂器控制好一點的 其實是可以的 也就是說 第一部要吹高音 小號第一部要吹高音 然後要吹對的語法 可是第二部要負責Solo 可是三四部的話 可能你可以用一個 就是古典的小號來演奏 其實是可行的 其實是可行的 同樣SARS有五個人 有兩個Auto 那你事實上 2ndAuto可能不需要Solo 他只要1stAuto Solo 所以你可以說1stAuto 是Jazz Chair Jazz Chair 那Varitone 可以不要Solo 那長號 全部都是一樣的長號樂器 所以你只要一個Solo就好 所以Jazz Chair 比較是針對於管樂的部分 那因為節奏是每個人都要Solo 所以不管怎麼樣 他都是要Solo 對 還有 還有 是 對 沒錯 就是 因為Duke Ellington 其實已經掛了這個時候 所以大家看到這鋼琳走 其實不是 不是 不是說沒有人在這裡 其實有 沒有 就是 就是 他剛剛走過去有沒有看到嗎 他其實不是Duke Ellington 就是說 就是後來的這個 這個 的 樂手 所以他是一個Ghost Band 好 剩下最後一個 我們 看一下 這個4分多鐘 我們還是可以看一下 五周耳 好 這邊 五周耳 四周耳 你看 他太太太太太 對 間奉 借 不得了 所以 哼 就是 就是 大家有發現 這個鼓 它一直都打在這個 這個是鐘鼓 這三個是中鼓 中鼓通常會好幾顆 他打在這個上面會 他用這個落益器放在前面 然後所以 就是這個 太多小 沸發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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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iento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品質 音的品質可能沒有那麼好 所以可能它比較聽不是那麼清楚 不過這個sogo 變成就是比較傳統的一個 角質的 swing 的感覺 然後前面那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jungle sound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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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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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